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是要求路程了 那我们来求一下吧 首先我们给他画一下图 画这个图呢我们可以发现一分钟跑了31 那七分钟就是几个31呀 啊对七个31 所以是要用乘法了 那我们给他算一下吧 那这里面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用什么乘以什么呢 31米每秒是速度 速度乘以七也就是时间 那路程也就是等于速度乘以时间了 这个刚好是不是和我们赛杰克所学的 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 刚好是反过来的 现在是求路程 那就是路程等于速度乘以时间 那我们就可以回答这道题了 那你来试着解答一下吧 好的有没有写好呢 那其实他过程还是很简单的 很明白 31乘以七 那注意一下计算 最后算到单位呢 是路程单位 米 然后在这边图上呢 就写一个217就可以了 那别忘了答一下啊 好的 那这是这部分 第三啊 猎豹奔跑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小熊呢 给我们介绍了绵羊的奔跑速度呢 是3米每秒 跑774米需要多少时间 那我们看一下在这道题当中 已知的是什么呀 3米每秒指的是速度 而774米呢 是路程 那不知道是什么呀 时间 那就是要求时间了 我们知道 速度是等于路程除以时间的 那要求时间的话 就是等于路程除以速度啊 已知路程已知速度求出时间啊 果然是可以求出来的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回答一下 上面的问题了 那注意 那注意这边图上呢 有一个啊 这样好像很多弯弯区区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 它这个路程 或者说是这个时间呢 是很长的 那我们就相当于是一个约等于啊 各种省略号的意思 那一秒呢 是3米 那774米 是多少秒呢 我们就要用除法来回答啊 来解答一下吧 好的 算好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啊 是不是这样得到的呀 我们用它的路程除以速度 那最后算到是258秒啊 同样答一下 那回答一下啊 那在这道题当中 我们用的是 时间等于路程除以速度 所以 其实我们由 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呢 是可以推到 另外两个等式的 那我们来推导一下吧 还记得怎么推导的吗 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 那路程是等于什么呢 时间是等于什么呢 在心里默默的想一下 有没有全部都记下来呢 路程是等于速度乘以时间 而时间呢 是等于路程除以速度的 这个是最基本的数量关系 这个一定要记住哦 好的 那记住了 我们就可以填一填了 那在这个填一填当中呢 有路程时间速度三行 那在我们所要求的第一列当中呢 是已知时间和速度 要求路程 要用什么呢 然后 在第二列当中呢 是用 已知路程和时间 求速度了 那这样的话 它每次求的都不一样 那你来填一下 这四个地方到底是应该填什么呢 那暂停视频 自己来计算一下吧 好的 有没有算好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那最后 这就是最后结果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都是用什么乘以什么的 和什么 除以什么的 那第一个呢 是求路程 所以是要用速度乘以时间 那就是9乘以340了 那第二个呢 是用路程除以时间 那最后得到速度 第三个是用路程除以速度 得到时间 第四个同样是求路程 所以是用乘法 那这边要注意的是 在每一个列当中呢 它的单位是如何进行计算的 比如说第一列当中 它的路程单位应该是米啊 所以最后是些米 而第二列当中 它的速度单位呢 是千米每小时啊 而第三列当中呢 时间单位应该是秒 这个秒呢 就是在速度上 就有这个时间单位的 最后一个是路程单位 那是在根据速度上的路程单位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到啊 它的一个单位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些题目当中呢 它的单位都是统一的 所以你统一写下就行了 不要写错 那如果出现不统一的呢 比如说我们已知路程 是用米来做单位的 而在速度当中呢 它的单位是千米每秒 那我们就要把米单位的 换成千米的 然后用相同单位除一下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如果出现单位不一样 我们就要化成单位一样的 再进行计算哦 好的 那这个你在以后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单位问题哦 接着我们来另外做一道题目吧 我们来挑战一下 那这是一条高速公路上 在这条高速公路上呢 走到了一半的时候呢 举着一张牌 这张牌子上写着 距离南京的是 还有360千米 距离上海呢 还有574千米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那这辆客车呢 它的平均速度是 80千米每小时 它现在要行 7个小时能否到达上海呢 它到达这个路牌的时候 说明了 离上海还有574千米 那按照它的速度和时间 能否在这个时间到达上海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它原本可以走多长的一段路程 那这段路程是 比574大还是小 那我们来算一下吧 首先它知道是速度和时间 那凭着这个速度和时间呢 我们可以求出达成了 用80乘以7 对不对 然后得到560 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判断呢 在心里默默的想一下 嗯 那我们这边呢 把560千米跟原本的距离上海 574千米呢 比较一下 我们发现 它走的路是比较短一点 还差一点点就到上海了 对不对 所以是小于啊 560 小于574千米 这样我们答的时候呢 就说了 行7个小时是不能到上海的 因为比它小啊 好的 那这道题 你能不能也自己想出来呢 好的 那前面的题目 如果都记住了 数量关系也都记轻了 在遇到题目的时候 能够找到速度和时间 或者是路程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本节课的小节了啊 本节课小节第一个最关键的也就是我们反复强调 一定要记住它最基本的数量关系 路程是等于什么的 时间是等于什么的 速度是等于什么的 在心里默默的默背一下 另外呢 我们再记住到实际题目的时候是要干嘛呀 嗯 找一下条件当中的速度 路程和时间 然后列出式子就可以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但是在题目当中如果出现单位不一样的 那应该怎么办呢 画成单位一样啊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这是很多同学可能会出新的地方啊 好的 那本节课的知识呢 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